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这是祖国的盛典群众的欢歌 在大街小巷 在校园 福建百姓将作为中华人女的自豪 寄托在歌声中 一颗颗炙热的心在八敏大地涌动 我是200年10月1日出生的 我叫周国庆 挺自豪的吧 与祖国同情 福州的各地标广场 成了人们抒发爱国爱乡之情的大舞台 来自全省17家远洋渔业企业 及会员单位代表近200人 摆出70和远洋图案创意方阵 拉起巨大的国旗 激情快闪 祝福祖国 在三名建宁 近2000名师生在操场和教学楼 挥舞着红旗 歌唱祖国 手举国旗 身贴国心 让我们拥有一颗爱国的心 凝聚爱国的心 表达爱国的情 这两天 歌唱伟大时代的旋律 唱响八敏大地 在南平中心城区 数千名市民满怀激情 同唱一首歌 在泉州三名龙眼 经典爱国歌曲 引发人们的广泛共鸣 在莆天学院 万名师生齐聚迎国庆 一幅面积达600平方米的 巨幅的五星红旗 在会场传递 展现当代大学生 一种非常积极向上 然后爱国这种情怀 张州龙海的双地华侨农场 三分之二人口是龟桥桥眷 在举国同庆的日子里 他们用快闪文艺慧眼等 丰富多彩的形式祝福祖国 我们的生活现在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安定 祝福祖国越来越好 祝福祖国繁荣参赞 明天会更好 今年国庆 三百多位敏及港澳台乡亲 受邀回福建 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 乡亲们在福州参观 家乡的变化 让大家倍感骄傲和自豪 参访团中 有敏及社团领袖 敏及全国人大代表 也有在敏创业就业的台湾同胞 两天的时间里 敏及乡亲们参观了 新时代新福建大型主题展 走访了福州上下航街区 福州滨海新城 福州规划馆等地 让我非常的感动 见证了祖国的经济的发展 这70年来确实是说 从最开始的一穷二百 到现在的繁荣康复 家乡70年的巨变 让敏及乡亲们印象深刻 新时代新福建建设的绚丽篇章 让乡亲们对家乡的未来 充满期待 祝祖国越来越好 祝家乡越来越好 中国的发展会更好 这个是我们大家一起的中国梦 我们的祖国今天有这么强大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 我很感恩 接下来的工作 我也会继续为我们的国家 贡献自己的一点点名利 国庆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团聚的盛大节日 国庆期间的几场重要活动 都有台湾同胞共襄胜举 对于他们来说 能亲眼见证这样的历史时刻 内心是无比的震撼和感动 这一次是有机会亲临现场 然后在现场看 当然是很震撼 不管是早上的阅兵 还是下午晚上的联欢晚会 整个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 要谈到触动最大的莫威 在国庆的大典上面 总书记的一个对台的一个讲话 这种指示的精神 里面谈到了一国两制 也谈到了祖国和平统一的一个进程 那这一些的话 我们感受到就是 这是我们台湾未来发展的 一个定海神针 10月1号上午 国庆庆典上的群众游行部分 其中的台湾元素给现场台胞们带来很大触动 台湾本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宝岛 这个事实就在这个花车的展示上面也体现了出来了 那在这上面的话 我会感受到就是 未来的强大的祖国 我们台湾同胞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最后出现了台湾的那个花车的时候 其实全场的台湾同胞非常感动 因为就我们会有参与感 就感觉说我们没有被落掉 那种感觉就是说台湾应该要归队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作为我们这一代 台湾青年我们有这个义务跟这个任务 一定要努力的把台湾带回来归队 新中国喜迎七十华旦 每一位纤细两岸和平的台湾民众都心有所感 本来特别采访了时事评论员邱毅 来听听他的感受和期待 我们也期待 未来的大中国会更加的强大 当然在台湾土生土长 尤其是家族已经在台湾四百年的老台湾人来说 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 那当然也期待未来两岸以和平的方式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成了统一的目标 那么民族的政兴 中华民族的政兴必须在统一的基础上面 才能够真正的达成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日前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 重申和平统一 与一国两制 引发导内舆论反响 台湾望报2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从务实来看 台湾的前途只剩一国两制 与一国一制 在这关键议题上 以容不得民进党当局打一丝迷糊仗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及 前进征程上 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方针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团结全体中华儿女 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 这番重要讲话 引发岛内政坛及舆论热烈反响 台湾《望报》二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两岸议题不容蓝绿回避 并向台湾民众提问 不要两制 愿面对打仗吗 文章表示 台湾政坛对于关键议题的表态 总喜欢打打模糊仗 讲好听点叫做四两拨千斤 保留一点弹性与回旋余地 讲白了则是能闪则闪 能躲就躲 讲得越不清楚越不明白 越能左右逢源 上述做法或许在某些议题 还勉强能得过且过 但对两岸这类涉及台湾民众利益 乃至生死存亡的重要抉择 完全没有模糊空间 国民党无从回避 对施政的民进党当局更是如此 文章提醒 不要忘了 两岸关系从来就不是一场游戏 在不愿面对一国两制后 所谓两国两制可能引发的打仗后果 台湾民众真的愿意接受吗 香港中平网二号也发表 快评表示大陆重申坚持和平统一 推动和平发展 是再次为台湾开一扇 机会之窗 文章提醒台湾当局 沉迷政治操弄造成社会内耗不断 造成两岸关系持续恶化 只会让民众一再失望 解开两岸僵局的历史契机 机会之窗又再出现 把握住两岸是双赢格局 继续对抗是走向必输道路 拿出点实际的吧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 海峡舞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民态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剧名播出 本栏目推出两岸一家亲 《共筑中国梦》系列专题片 通过采访在北京 福州 厦门等地发展的台湾同胞 生动呈现他们的奋斗历程 以及努力融入大陆经济社会的图景 今天播出八集系列片中的第一集 海商蔡美月 中国原创婚纱第一人 为天下女儿做嫁衣 说到中国婚纱品牌 就不得不提到蔡美月 这位来自宝岛台湾身材瘦小的女子 凭借自身设计天赋 以及二十多年的努力 正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婚纱品牌 推向世界的舞台 几十年来 大陆经济的腾飞 也为台商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让蔡美月的梦想有了更有力的支撑 那就是为天下女儿做嫁衣 2019年酒吧投下会期间 第五届新兴产业投融资大会配套活动 全球旅台发展高峰论坛顺利举行 为了这场论坛 蔡美月筹备了大半年 做了半辈子幸福产业的她 希望能够以论坛为契机 在厦门成立全球旅拍中心总部基地 太棒了 我们其实全球旅拍 它不是一个机构 因为你想我们跟随着一带路 那是全球性的 在十几年前我就告诉大家 我觉得旅拍它是一种幸福 度假跟旅游的拍照 从我订机票到现场拍照 到我到本地的十一住行 一条龙扶掉 它就是美美的 开心的 幸福的 来完成它这人生最大的一个 全球旅拍让天下有情人得以享受 蜕变的幸福感受 而蔡美月何尝不是在一次次蜕变中走来 2018纽约时装周蔡美月中国嫁衣大秀 聚焦了三百多位全球时尚精英的目光 19款嫁衣结合了精湛而悠久的米秀工艺 将东方传统之美融入当代时尚 也让中国嫁衣文化第一次登上国际时装周的舞台 这是蔡美月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婚纱嫁衣品牌在纽约时装周的首秀 而她从台湾来到大陆创业 已经在厦门生活了整整27年 在位于厦门思明区的蔡美月工作室 我们得以近距离欣赏这些 从纽约再遇归来的嫁衣的细节 我们设计了一支凤凰 你要搞好以后我们要刺断 我们每一根针都是砸出来的 砸了一个洞一个洞 砸了手稿以后印刷在布上 这些步骤完全是手工来完成了是吗 对 再来配色初秀 初秀好以后我们再来这些手工的米秀 你看这整个一道手续 都是完全是原唱 所以我们看 米秀曾与苏秀 香秀等齐名 元代被列为皇家贡品 如今米秀虽然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却寥寥无几 蔡美月几经寻访 才把精湛的米秀记忆引入价衣的设计与制作中 而蔡美月成为设计师也并非偶然 在台湾屏东普通农家长大的她 从小就对五颜六色的布料和各式各样的衣服爱不释手 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六岁的时候 看到我妈妈在帮我做一件小洋装 从那天开始我就喜欢了 那我觉得很神奇 一块这衣服是怎么拼凑起来 在我的人生领域当中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拼凑起来 成为一个完美的事情 出于对服装的喜爱 蔡美月十三岁时就开始系统学习服装设计和制作 时间很快到了1992年 她靠着家人的资助在台北永乐市场 自己开启了一间服装厂 蔡美月的业务从来样加工发展到设计定制 但她的目标不止于此 那时候我是1992年 我那时候才二十来岁 后来我就感觉到我一定要回大陆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第一一定是世界第一 1992年底 蔡美月留下刚开办不久的工厂 只身一人来到厦门 踏上了蔡美月品牌婚纱的创业之路 那个年代 中国大陆的企业渐渐成为 世界各大服装品牌的最佳代工厂 但连同台湾地区在内 整个中国一直没有自己的婚纱品牌 这也是蔡美月的心结 你想1992年 一件婚纱有多十次 我很多朋友就告诉我 你去绝对是不行的 不可能有人会买婚纱 也不可能会穿婚纱的 你肯定注定失败了 我说我不相信 我就是没人去我才去 到现在 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些 真的是跟世界同步的 蔡美月研发的镂空刺绣法 获得了五项专利 成为婚纱界的首创 在她的眼里 婚纱就是对青春和爱情最好的纪念 以及家族故事无声地延续 很多人在问我一个问题 你什么叫代代相助 也就是这一条 你看很简单的一条 就是两块布料 老公跟老婆的名字 跟结婚纪念日 你记录在这里 你的孩子要结婚了 继续绣上去 等你第三代第四代 永远知道我的真奶奶 祖奶奶 祖爷爷叫什么名字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 历史的传承 编织出产品的温度 而她对中华文化的坚持 进一步凸显了品牌的价值 我去纽约时尚中 我应该是 应该是第一个用自己而已 因为这种国际时尚 应该就要改变 要用一下英文 但是我不要 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汉字 我们自己都不喜欢 别人会接受你 这是我的坚持 从原先小规模生产 到现在在大陆 拥有多个生产基地 一路走来 蔡美月也曾濒临破产 她说是那些纯朴的 大陆老员工的默默坚守 给了她力量 这是我们阿明 阿明也来了二十几年 从以前小姑娘到结婚 到现在孩子都 阿明 孩子都大学了 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 他们不是单单只会脱衣服 他们还有一个 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 我曾经也遇到失业失败 很多很多的挫折 但是他们都不离不起我 当我在最失忆的时候 我发不出心血的时候 没有理好 蔡总 我们拼了 我都想调研我 我这些员工真的陪着我 度过最艰难的那一段 今天真的 这种感情 不是员工的感情 我真的很幸运遇到这些 我的家人员工 真的很好 他们真的很好 蔡美月将感动 倾注入嫁衣 并不断在设计中 融入民族元素和传统工艺 用中国的设计语言 诠释着幸福的含义 1992年到现在 我觉得我特别幸运 是我有好的政策 我有好的一块土地 透过我们真正的尽头 来告诉大家 我们中国是最美的 加油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来我们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就钢管剧名播出 接下来我们来联系一下 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的 驻台新闻观察员 陈贺南 来看看他今天 都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贺南把神交给你 好 小力 我们把目光转向岛内的政坛 今天距离 2020台湾地区选举 正式进入到了两位数赛程 那么只剩下了99天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点 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 目前的一些局势的面向 还是从民调数据来说起 我们先来看一份算是新吧 但是其实可能也不够新的民调 是有一家叫做台湾绿党的政党 和岛内的媒体合作作出的民调数据 那么在这份民调之中 它显示说在岛内的政党选择 这个部分 国民党目前依然是以 34.5%的支持度暂居第一 第二位是民进党 民进党的支持度是25.1% 接下来的第三位是刚刚成立的台湾民众党 台湾民众党反而是斩获了12.1%的支持度 而所谓的时代力量只有8.1% 另外就是在上一次2016年选举当中的话 超过5%的一个斩获的亲民党 在这份民调数据中只有2.2%的支持度 而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这个部分的话 在这一份民调中就显示 虽然说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这样一个参选人 高雄市长韩国瑜在整体的气势上不弱 但是实际的支持度却依旧在下滑 目前在这份数据上来看的话 只剩下了32.6%的一个支持度 是落后于蔡英文 而蔡英文方面的话作为一个现任者 他在这一份民调数据中 是首次突破了50%这样一个支持度 是来到了50.9% 可以说韩国瑜和蔡英文之间的差距 在不断地拉大 目前是已经超过了18个百分点的差距 同时根据这份数据显示出的 一个互相比对的结果 那么蔡英文的整体的支持度 在过去的一周是上升了2.1个百分点 而韩国瑜则是反向下降了1.9个百分点 那么其实为什么我刚才说 这份数据是既新也不新 因为它的整体面向的话 都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可以说一两个月的时间当中的话 整体各家民调做出来的数据的一个整体趋向 甚至据国民党人士透露 来营内部数据得出的结果也不乐观 一时间韩国瑜阵营是压力不小 韩国瑜的支持者韩粉们普遍表示不解 在他们看来支持韩国瑜的声音 在岛内是遍地开花的 他们对于韩国瑜的力挺是坚定而坚强的 为什么民调结果的差别会如此之大呢 恐怕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问题可能很大程度上出现在了 被誉为钢铁韩粉的韩国瑜的铁杆支持者 韩粉之间彼此团结 但是由此也就出现了较强的排他性 对于暂时没有什么特定选择 或者对于韩国瑜保持一定怀疑态度的民众来说 韩粉由团结性衍生出的排他性 演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攻击性 也正是由此导致很大一部分 原本就处于观望状态下的民众开始对韩国瑜产生怀疑 加之韩国瑜本身刚就任高雄市长不久就转战他职 这样的选择很容易引起民众的质疑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 韩国瑜的支持度自然难以低过蔡英文 在距离选举只有99天的时候 作为民调落后的一方 韩国瑜方面可能需要找到更适合自己的选举道路与模式 去迎接接下来越来越复杂的选举挑战 以上是今天台北为您带来的相关梳理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福州演博士 小丽 好的 河南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怯 日前在给所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 赵田甘夫颁赠的奖章上 将其称为我最敬爱的大哥哥引发争议 2号国民党召开中常会 痛批民进党当局自我矮化 党主席吴敦毅表示 国民党应强力谴责要求蔡当局道歉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2号报道 国民党中常委江硕平等人 当天在中常会上提案时称 民进党施政三年来对日卑躬屈膝 自我矮化 伤害台湾民众权益及尊严案例 已多到沁竹难书 日前吴钊燮以台外事部门主管身份 颁发所谓特种外交奖章 公然以大哥哥称呼所谓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赵田甘夫 让台湾沦为日本的小弟弟 江硕平等人要求国民党强力谴责 并会整蔡当局上台后 对日自我矮化实力强力宣传 让台湾民众了解民进党当局离谱行径 针对江硕平等人的提案 吴敦义表示 基于维护台湾尊严 国民党应强力谴责 要求蔡当局道歉 并以适当方式汇整相关讯息 广为周知 让台湾民众知道 蔡英文到底是辣台妹还是软台妹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海峡新干线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